这一台车无论它的过功还是细节方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它的金属防暖蓝是可以打开的 第二个 它的引擎带同样可以打开 注意 引擎带的卡扣是跟真车的卡扣一样的 待会我们把镜头拉近来看一下 现在打开引擎带 新款的内饰呢 贡家的缓针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盘是可以撞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绿色贡家的风促 包括它的挡霸 还有它的仪表盘 对吧 空调的出风口 还有座椅的双拼色 对吧 OK 可以看到座椅后背是可以两个档位调节的 对吧 再来 这个细节真的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到位 再来 车身的后面部分 备胎架同样可以打开 对不对 一个精确的备胎架 再来 后面的车门同样可以打开 细节真的是太用心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电池舱 电池释放在这里面的车门关掉 然后就原脱钩 对吧 都有的 这一台车呢 是汉马组加收藏的 存在所有的车门 包括它的 后面的两个尾门 全部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说 过攻方面是非常的有心的 细节也是非常的到位 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来托软电 让它动起来 看一下它都有哪些丰富的功能 OK 感谢大家